這裡有一個水平的軸 這個軸我們給雙圓線的軸人名稱 這個叫做灌軸 所以灌軸是把我的第一個曲線 我第一個曲線跟第二個曲線 把貫穿附近的軸叫灌軸 我們之前在講果圓的時候有講到長軸 對應當然就是灌軸的位置 果圓做的長軸在一個什麼 短軸 在雙曲線裡面 短軸的話在果圓裡面短軸是跟我的長軸是互相 隨著直接經過中心的位置 那在雙曲線裡面的話 它一樣是跟灌軸垂齒 這個軸我們把它叫做空二軸 然後我的灌軸跟空二軸 下一個這個點我們把它叫做 這個雙曲線的中心 然後灌軸跟雙曲線相較這兩個點 這個點我們把它叫A1 這個點我把它叫做A2 A1或者A2呢 我們把它叫做雙曲線的一個怎樣 零點 而且這個指的是灌軸的怎樣 零點 它對應到軸的話是長軸的零點 那我們在講果圓的時候有長軸的零點跟短軸的零點 它現在只有灌軸的零點 那公和軸有沒有零點 也有 公和軸的零點 我們給它一個V1 給它一個V2 這個也是叫做點點 一般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如果沒有特別講是灌軸的點點 還是公和軸的點點的話 一般在雙曲線裡面所講的點點 都指的是灌軸的點點 那另外這兩個就是F1跟F2 也就是一開始我們點雙曲線下定的時候 那兩個固定的點 那這兩個固定的點 我們把它叫做雙曲線的焦點 大概我們基本的幾個元素 我們都把它列出來了 再來雙曲線的地方 它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它會有所謂的漸進線 通過中心 這裡有一條漸進線 通過中心 這裡會有一條漸進線 那一般漸進線的畫法 我會從點點位置做切下 做垂直線 做兩條垂直線 跟我的灌軸的垂直 然後從我的公和軸的點點 一樣做水平線 跟灌軸的平行 做水平線 這時候你會發現 它剛好形成一個四邊形 我的灌軸的點點跟我的公和軸的點點 所取出來的那個矩形的一個形狀 剛好是一個長方形 那把長方形的兩個對角線 你拉這兩個就是所謂的漸進線 所以這個叫做漸進線 我們在講那個窗曲線的時候呢 這幾個名詞 我們都會有對應的一些公式 還有座標要把它寫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 你如果跟土圓去做對應的時候 土圓我們有水平的土圓 應該怎樣 實力的土圓 公式我們還沒有講 但是在窗曲線裡面 我們講的水平就是主右開口的一個窗曲線 那指令的話就是怎樣 上下開口的一個窗曲線 土圓的一個公式到時候 那個窗曲線公式到時候 我們把它打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 它跟土圓的判斷方式很像 水平對應的就是主右開口 水平的話就是對應到上下開口 那這些點的周標 我們昨天測試玩的那個土圓部分 大家可能還OK 還不錯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在窗曲線 我們會考對相對的這些 位置的座標跟 方程式的話 你應該也可以用中量方式去選 這個地方就是基本你怎麼要知道的 那在窗曲線裡面 它們都一樣有所謂的正交旋 也就是通過焦點 而且跟我們伴手 互相追值的一條旋 叫正交旋 那個正交旋呢 以下都是列分之二米平方 這邊我們就沒有完全打 那幾個基本的名字 你先把它看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